看开我频道的观众都应该了解过日本Summit这个牌子 不过都让我介绍一下给大家 Summit的窩具是来自日本新识院燕三条里的燕市 而燕三条的铁器也是全日本最出名的 他们自1919年已经开始生产不同类型的铁制品 经验和工艺已经有过八年历史 全部产品都是自己工厂制作 100%原厂出品 Summit卖的窩具超过40款 不同大小形状的都有 那就一定找到自己合心水的铁锅 Summit出了新产品 让我开箱和大家看看 原来就是这只质化铁除木心煎锅 这个锅是由99.9%纯铁制成 不是加工铁也没有任何涂层 每个手柄都是人手打上去非常坚固 质化铁比同类型的物料轻伸而且防瘦 非常适合铁锅新手试用 工匠还会在出货前清洗三次 新锅表面几乎没有铁粉 可以直接开锅 让我马上开锅试用 说到开锅 大家可以买厨具时买这几样 德国际的开锅养锅必备套装 这个套装内分别有两个清洁刷 一个毛软身较适合普通清洁 另一个毛硬身较适合清洁比较顽固的污脂 还有一包厨房专用的杀菌抹布 抹布可以干湿两用 非常适合铁锅的日常保养 第一次用这个软毛清洁刷来清洗铁锅 好像也挺好用的 买回来的铁锅是要开锅的 而开锅的步骤 大家可以看看随盒附送的开锅指示 开锅后铁锅好看 那就可以试用了 先煮个枝竹炆牛腊条 首先要将700多克的牛腊条飞水 起初我以为要分两次 幸好锅身够高 锅容量大一次就完成了 这个锅是平底 可以在电池炉上用 加上锅底够阔 无论是爆香的料头 煎香牛腊条的表面 还是爆炒都有充足的空间 那么多牛腊条 我再加多些材料 冬菇、枝竹 兜炒的时候 锅里面的空间还是卓卓有余 炒香食材之后 我再加点水下去炆煮一下 如果想方便炆煮煮汤的话 有需要还可以配上个漂亮的锅盖 炆好之后开盖煮一会儿收汁 加点装饰就可以上菜了 炆濮 炆热 炆 炆